客運司機過勞議題是時有所聞 而高雄市的公車司機過勞議題 就成為了質詢的焦點 有客運公司的離職司機就出面控訴了 公司長年以來都有過勞公車的頒表問題 現行制度司機公使是過長罔顧勞工的權益 甚至會影響乘客的安全 議員就顯示公共運輸的狀況 要求市府要有具體改善作為 還有輔導措施 議員質詢炮轟勞工局 針對客運司機疑似有過勞頒表的常態 有沒有在查 已經不止一名司機向他陳情 有超常公時的不公平對待 曾在客運公司擔任司機 五年多的離職員工陸先生 拿著過往頒表 認為以分勤時間計算工時很不合理 以及像出勤表上 清晨五點多出班 到最後一班下午五點多發車 回到公司再下班已經七八點 這種工時體力很難負荷 可能間接影響乘客安全 從到公司開始一直一直開車 中間的時間他有沒有時間去休息 一直到他下班 早上開兩個鐘頭 兩個半鐘頭回來以後 他休息兩三個鐘頭 那下午再開 我們任一個排班都是要 合乎勞基法裡面的規定 客運公司回應 員工頒表沒有違反勞基法 針對高雄市公車司機有人力短缺的結構性問題下 也盡量維護司機權益 去年我們有安排過檢查 但是沒有查或是違法勤勢 勞工局則表示 會加強勞檢查到任何步法就會開罰 華爾新網站榮浩北高雄報導